咱们今天来讲讲山东东营1227大案 2002年12月27号早上7点10分左右 山东省滨海公安局滨东分局时任副局长游正海 正在上班路上 正好路过东营市西一路胜利油田侧警公司中子元库附近 就在这时候接到了报案 说在西一路东侧水沟里边发现了一具尸体 法医人员呢立刻赶到了现场 经过法医细致勘察 发现死者上身啊穿着深蓝色的衣服 衣兜呢都被掏出来了 下身啊穿着灰色的裤子 死者的脖子后背腰和四肢等部位一共被捅了38刀 其中有一刀是从背部捅进了心脏 在死者身下呢也发现了死者和死者爱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虽然已经被撕烂了 但是经过仔细辨认 并且经过死者家属核实 确定死者叫张忠华 男40岁 胜利油田 圣东社区新兴物业公司东兴物业站的副站长 民警们呢在尸体的腋下还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留下的黑色戎手套一只 在尸体往北150米的路边还发现了死者穿的那种面包服上的帽子 帽子呢已经被刀子给捅穿了 在尸体往北1000米处的一个土堆旁边发现了死者生前骑的自行车 在尸体以南150米处的西一路与北一路交叉口附近 发现了有两辆带着三台电机的三轮车 三轮车上呢 还有管线钱的扳手啊 白色的包装袋子呀 衣服啊 被子呀 各种各样的物品吧 并且还有血迹 这可是一起性质恶劣的凶杀案 于是呢 由市公安局和宾东分局 两级公安机关领导们组成的专案组 立刻就成立了迅速开展工作 当天晚上 专案组就召开了第一次案情分析会 在会上啊 根据尸体检验 现场勘察 还有现场走访的综合情况来分析判断 这是一起抢劫杀人案 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 死者呀 是被两种锐气捅伤之后 因为失血过多 休克死亡 也就是说 伤害死者的不止一把刀子 如果说啊 作案凶手是一个人的话 那么他不可能捅到中间 我再换把刀出来吧 所以 作案者应该是两个人 并且还推断出来 年龄应该是在20岁左右 有过犯罪前科 或者有过被处理的劣迹 应该被司法机关打击处理过 很可能也有连续作案的经历 因为从他们的这手法来看 那是心狠手辣 根据当天秘密侦查获取的线索 作案者的居住地应该不会太远 所以侦查重点 应该放在东营区东兆村出租房范围之内 为此专案组决定兵分六路 展开深入细致的侦查和排查 由于现场啊 没有提供出来有价值的线索 再加上这一类拦路抢劫的案子啊 凶手呢 往往流动性很大 所以排查工作很艰难 很可能做个案子就换个地方了 刚才咱们不是提到了一辆三轮车吗 那么拉电机的那三轮车和本案有没有关系呢 民警呢 其实啊 把这三轮车就当做了一个重中之重 可是经过查证和案件没有任何的联系 这条线索彻底中断了 专案组后来就认为 既然推断犯罪嫌疑人 很可能有连续作案的历史 那么在无法正面突破的情况之下 可以采取迂回战术啊 什么叫迂回战术呢 就是用串案并案侦查的方法 从作案手段类似的案件里寻找线索 民警们呢 就走访了附近的东营市公安局 东营分局和滨海公安局的基地 滨南以及滨北等四个分局 调查访问出租房户 以及赞助户五百多户 人员呢达到了三千多人 对作案手段类似的案件 来进行串并处理 从中寻找突破1227大案的线索 2003年1月12号上午 滨东分局刑警大队三中队的中队长韩正 在走访东营市公安局 东营分局的时候了解到 有一个出租三轮车的司机姓谷 这谷某某呢 从基地有一服装城附近 拉了两个乘客去东兆村南边的钢材市场时 被两名乘客持刀抢劫了手机一步 并且这谷师傅啊 还被捅成了重伤 公安领导听取情况汇报之后 决定立刻安排民警对这谷师傅进行走访调查 在走访之中啊 这谷师傅呢 就说了他是怎么被这两个歹徒伤害的 怎么被他们抢走的手机 以及两个歹徒作案之后乘坐出租车 逃往了东兆村方向 要说起来啊 这两个歹徒那是异常残忍 这谷师傅呢 也得亏命大 俩人呢 一共朝着谷师傅的后背 捅了十三刀 谷师傅这算是在死神手里边捞回一条命来啊 从谷师傅提供的情况来看 这起案件的作案手段 作案目的 作案动机 作案人数 以及受害人被伤害的部位 都与1227案件极其类似 其实啊 受害人远远不止谷师傅一个 根据警方掌握的情况 1月4号晚上 陕西省咸阳市前线 有一个无业人员 叫王永杰 他呢 跟两个人赌博的时候啊 赌输了 就把自己的手机给压上了 这俩人呢 就通知他第二天下午 到位于东营市东营区的油城宾馆取手机 王永杰来东营取手机的时候 被对方啊 用刀就给砍伤了 腿呢 也被砍绝了 滨海公安局110民警 接到报警之后 赶到油城宾馆的时候 王永杰 已经被送往胜利油田中心医院 进行治疗了 110民警呢 又赶到了油田中心医院 详细的了解情况 但是王永杰 却始终坚持不报案 好像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情况十分的反常 经过调查 当时把王永杰送去医院的人 叫卢方志 根据这个可疑情况 再进行综合分析 专案组决定 对两起案件并案侦查 对王永杰 卢方志 展开秘密调查 到了1月13号晚上 警方终于确定 1227案件的真正凶手 就是王永杰 和卢方志 为了尽快掌握 王永杰 卢方志的行踪 专案组呢 就以王永杰 被砍伤 腿瘸 为主要特征 展开了公开查控 当然也有一些秘密的行动 1月14号晚上啊 专案组就通过秘密侦查 又得到消息了 说1月15号 王永杰和卢方志 会在东营市友谊广场出现 这天上午 位于友谊广场的梁友超市啊 要正式开业 广场上呢 有那种庆祝活动 一般情况之下 刚开业 不得有这么大促销吗 或者有什么歌舞演出啊 就聚集了很多人 差不多中午12点吧 腿瘸的王永杰 就先来到了广场 后来呢 他又打电话 把卢方志啊 给叫了过来 当他们两个 来到附近的新华书店 门前的时候 负责秘密监视的民警 见时机已经成熟了 那是呼拉超上去啊 果断的行动 把毫无防备的 王永杰和卢方志 就给抓获了 当天下午 专案组派出民警 对王永杰 卢方志租住的 西营村出租房 进行搜查 果然搜查出了 和案发现场提取的 那只黑色手套 相配套的 另一只手套 还搜出来了 王永杰 卢方志 抢劫的手机 手机电池 充电器 张忠华 及其爱人的身份证 以及其他 被劫人员的身份证 还有张忠华的黑色皮包 难怪民警们多次对东兆村出租房调查摸牌 都没发现王永杰和卢方志的踪迹呢 原来啊 1月4号王永杰和卢方志就已经更换了房屋 从东兆村的出租屋就搬出来了 搬到了西营村 现在是人赃巨货 专案组呢 组成了两个强有力的审讯组 对王永杰 卢方志展开审讯攻势 一开始啊 这王永杰跟卢方志 还有着侥幸心理呢 打算跟公安机关呢 在那扯皮 耍赖 但在强有力的证据面前 王永杰和卢方志还是招架不住了 1月17号凌晨 王永杰其实岁数不大 只有19岁 初中文化 卢方志又叫卢建国 比王永杰的大点 21岁 小学文化 是东营市东营区牛庄镇人 这王永杰呢 在2002年7月份的时候 先后伙同别人 在山东省莱阳市 黎香园公园 抢劫作案五起 抢劫两部手机 1200多块钱的现金 随后呢 他带着这些财物 就来到了东营某酒店打工 就在这时候 与在东营区马郎村租房居住的卢方志 可就纠结到一块了 就在这个月 也就是7月份的一天晚上 王永杰和卢方志和另外一个人 经过预谋之后 又准备行动了 那么这回他们又盯上谁了呢 他们又会做出怎样罪恶的事情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2002年7月份的一天晚上 王永杰他们呢 又密谋好了 打算出去作案 这一天呢 他们三个人呢 来到胜利油田体育公园之后 可是找来找去 也没找着合适的抢劫目标 三个人呢 就又去了东营区经济开发区 在开发区的港澳路上啊 就看见一个骑着摩托车的男的 这卢方志啊 可就上去了 把这摩托车就拦住了 骑摩托车这男的呢 以为对方真有什么事呢啊 王永杰这时候 把这个男的从摩托车上 可就拽了下来 让他把手机给交出来 还没等他把手机拿出来呢 王永杰就从这个男的的腰上 把这手机给抢过来了 你拿了手机就得了呗 王永杰又逼着他交出钱来 这个男士呢 很不愿意 废话 那谁也不愿意 对吧 王永杰呀 挥起拳头 照着这个男士的脸 光光就是几拳 又踢了他几脚 在王永杰的暴力恐吓之下吧 这名男士啊 把身上所有的钱都交出来了 身上可是一共也就三十来块钱 摩托车 手机 现金 这就都抢到手了 得手之后呢 这摩托车就给了卢方志 卢方志就骑回了牛庄镇的家 一个星期之后 王永杰和卢方志去东营市有一市场把这个手机卖了二百四十块钱 俩人一人一人一百二 这就算分赃了 这一回呢 没有带任何的作案工具就顺利得手了 所以啊 这也极大的鼓舞了王永杰和卢方志 哎 咱哥俩行啊 是吧 你看 这没动刀子 咱这不都成了吗 不过他们再一琢磨 这不带刀子不行啊 这回是赶上一老实的 下回赶上厉害的 怎么办呢 他们呢 很快就准备了弹簧刀 尖刀 砍刀 以及钢管等作案工具 隔三差五的就出去抢 2002年8月份的一天晚上11点左右 王永杰和卢方志呢 一人骑着一辆自行车 到东营市北二路南侧的人行路上 去寻找抢劫目标 这回俩人带工具了 一人呢 带了一根半米多长的钢管 在胜利油田供水公司附近呢 正好发现一男一女 坐在一个那种电线杆的水泥墩子上 在那你能我能谈着恋爱 说着情话呢 这俩人也不顾及自己当大电灯泡子 是吧 也不顾及自己打扰人家 轻轻我我 放下自行车就走过去了 王永杰呢 让卢方志对付那个女同志 他自己呢 对付那个男同志 这王永杰呀 左手伸出去 可就掐住了这个男士的脖子 右手呢 就抡起来钢管了 那个男的一看 别打我 你们想要什么呀 把那个男的呢 就逼到了东边15米处的墙根底下 逼着他交出来手机 卢方志也一样 左手抱着那女的 右手抡起来了钢管 那女的一看男的都怂了 他也害怕呀 也被拖到了那个墙根底下 逼迫他交出了随身带的 五六十块钱的现金 王永杰和卢方志 这屡屡得手啊 所以他们抢劫作案 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了 见到适合抢劫的对象 那他们是绝不放过啊 要说哪天出门 见着一个可以抢劫的没抢着 那就算丢了钱了 咱们刚才说的案子还真算好的 这受害人呢 没有受到太大的人身伤害 据卢方志交代 每回抢劫之前呢 王永杰 大多数啊 都用刀子或者钢管 把受害人捅伤或者打伤 对受害人造成生命威胁之后 在实施抢劫 我就把你打的或者砍的 你动不了了 我想怎么抢就怎么抢 2002年12月的一天凌晨两点左右 王永杰和卢方志等三个人呢 就来到了石油大学西门往南100米左右的一栋平房附近 大家都知道啊 中国石油大学这是石油专业里边最好的大学了 中国石油大学呢 北京一个校区 青岛一个校区 北京那个呢 就叫中国石油大学括号北京 山东这个呢 就叫中国石油大学括号华东 那么华东校区又分为了几个分校区 青岛有 东营呢 也有 咱们再说回王永杰和卢方志来 他们呢 到了这栋平房附近的时候 听见里面呢 有人打麻将 王永杰一听 咱们今天呢 就抢这了 因为怕里边人多 不好抢 打麻将嘛 是吧 你最少得四个人呢 万一再有一两个看热闹的呢 这三个人呢 就又回了东赵村出租房 接上了王永杰的四个同伙 这七个坏蛋可都带着家伙事呢 王永杰和卢方志 每个人提了一把大砍刀 到了平房之后 王永杰一脚就把门给踹开了 屋子里边呢 一共四男一女正在打麻将呢 王永杰进屋 王永杰进屋 也没说干嘛 照着四个男的 一人砍了一刀 卢方志一看 有一个穿黄色大衣的 想反抗 卢方志也抡起砍刀 砍了一刀 王永杰砍人砍的有多狠 这么说吧 那把砍刀活生生的就给砍断了 砍刀没了 没关系啊 王永杰身上还带着尖刀呢 抽出这尖刀来 照着这四个男士 每个人又捅了一刀 被砍的这几个人呢 头上的血哗哗的可就流到地上了 这时候王永杰才说正事 他呢 一跨腿就站到了桌子上 就跟电影电视剧里边的那种黑社会劫匪一样啊 就在那嚷嚷着 都把钱和手机放桌子上 这几个人都吓懵了 哦 抢钱的 抢手机的 一进来二话不说 先砍人呢 在他们的这种暴力威胁之下 屋子里边四男一女被彻底镇住了 老老实实的把钱和手机就放到了桌上 抢劫得手之后 王永杰又把这平房的门给反锁上 他也怕这几个人出来报警 再找帮手把他们给截那 这王永杰别看年纪小 做起坏事来 头脑还是很冷静的 把这房门反锁之后 这七个人一块逃离了现场 这一次啊 他们抢到了两部手机 三百多元现金 以及一台影碟机啊 就过去那VCD 现在你想找都找不着了 到了2002年12月26号 晚上八点半左右 王永杰和卢芳志啊 早就已经踩好点了 他们呢 从东兆村出来 在中心路口 租了一辆红色夏立出租车 沿着北一路往东就过去了 走到了北一路和西一路的交叉口那 俩人下了车 又往北啊 走了那么二百米左右 在路西的一片草丛里 可就躲起来了 晚上九点半左右 咱们之前说过的张忠华 从单位啊 骑着自行车 沿着西一路 从南往北走着呢 一边骑自行车啊 一边用手机在那打着电话 就在这时候 王永杰和卢芳志 可算是逮着目标了 从草丛里边蹭蹭一下 可就扑上去了 卢芳志用手这么一拉 把张忠华和自行车 就摔倒在了路边上 王永杰和卢芳志呢 接着就掏出了刀子 就威胁张忠华 把手机拿出来 张忠华呢 趁机啊 就站起来了 张忠华力气也大 把这王永杰就推倒在地上了 卢芳志一看见 王永杰被推倒了 赶紧从后边 就抱住了张忠华 两个人呢 一块把张忠华 就拖到了路东边的草丛里 把它摁倒在地上 随后就开始 抢夺张忠华手里的手机 张忠华是玩了命的反抗 王永杰他们俩呀 多了很长时间 愣是没夺过来 这时候王永杰就气急败坏了 拿出来刀子 可就捅张忠华的大腿 卢芳志呢 也用刀子捅张忠华的臀部 张忠华这时候啊 还没打算妥协呢 玩了命的 喊了两声救命 但是这是荒郊野外啊 根本没有人听见 张忠华的手机 还是被卢芳志给夺过去了 王永杰就开始在张忠华身上翻衣兜 在上衣的衣兜里呢 翻出来一个黑色的皮钱包 钱包里呢 有三百多块钱现金 一张银行卡 还有张忠华和爱人的两张身份证 王永杰就问张忠华 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张忠华说了一个 王永杰说不对 然后就在张忠华背上捅一刀 张忠华连续说了几个 王永杰呀都说不对 每说一个就捅一刀 后来王永杰又逼张忠华说出密码 张忠华就说是440440 王永杰又问他 你这卡上存多少钱呢 张忠华说存了十万 我就是不告诉你密码 嘿 王永杰这时候丧心病狂了 用脚啊 就踢张忠华的头和肚子 王永杰后来发现不对 张忠华嘴里在那喘着粗气 这一看就是要出大事了 可能活不了了 就叫上卢方志赶紧跑 卢方志骑上张忠华的自行车 带着王永杰 顺着这西一路 往北可就逃窜了 走到了西一路北头的时候 把自行车就扔在了路边 又打了一辆出租车 去了东营市济南路 北京影楼附近的农业银行ATM机取款 可是没取出来 他们发现呢 那张卡不是银行的取款卡 就把这卡呢 折断之后给扔了 然后啊 又搭出租车返回了东兆村 他们的出租屋里 在短短六个月的时间里 王永杰 卢方志 先后在胜利油田和东营市范围之内 作案24起 抢劫手机 摩托车 自行车 存折 传呼机 银行信用卡 现金等财物 总价值5万多元 其中现金7000多元 一些无辜的老百姓 遭到他们的抢劫之后 被他们捅成重伤 长期不能康复 有的甚至留下了终身的残疾 连连得手的王永杰和卢方志呢 抢了钱了 就开始疯狂的挥霍 他们呢 去舞厅里边啊 去包小姐 出入高档饭店 出入高档的娱乐服务场所 他们呢 已经开始习惯了这种纸醉金迷的生活 最终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召开了公判大会 以抢劫罪判处王永杰死刑 卢方志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公开审判大会宣判之后 王永杰被押赴刑场 执行了注射死刑 2005年2月11号 农历正月初三 此时正是寒假期间 距离山东省林树县的林树二中开学 还有五天 但这个时候 学校的一些教职工 已经开始提前上班了 2月11号中午两点多 学校一名清洁工 打扫教学楼三层的洗漱间 他试图进入洗漱间内部 一个已经废弃数月的厕所 却发现锁住废弃厕所的锁 无法打开 于是他找来钳子和扳手 撬开了这把锁 撬开锁以后 映入眼帘的 是一具 趴着的女尸 女尸臀部以下裸露 腹部和隐私处 有多处切口很深的刀伤 上半身套着一个 沾有血迹的编织袋 校方旋即报警 经过辨认 这正是失踪了一个月的 高一女生张婷 警方认定 她大约在一个月前 就已经遇害了 被害人张婷 是学校里公认的漂亮姑娘 也是高一二十班的文娱委员 性格活泼 喜欢上网 朋友很多 她的父亲 是当地的人大代表 也是当地一家企业的 法定代表人 在张婷失踪的一个月时间里 学校组织了多次寻找 都没有结果 同时当地也是各种流言四起 有人说张婷可能被绑架了 也有人说张婷可能已经死了 但对于家长们来说 却都在为自己的孩子 感到紧张和担心 一些家长甚至聚集到学校 喊着让学校和警方赶快破案 而此时随着张婷的尸体被发现 家长们的情绪更是紧张到了极点 巨大的舆论压力笼罩在这座小县城的上空 接到报警之后 警方迅速展开调查 案件的侦破看起来也十分的顺利 案发当天 警方就锁定了一名犯罪嫌疑人 同样是林树二中的学生 高一24班的班长张志超 张志超被警方怀疑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在被认定为案发日期的2005年1月10号的清晨 有人指证他出现在了涉案洗漱间的门口 洗漱间位于教学楼的三层 内部有一间废弃厕所 洗漱间一北五六米 是一间住着23名男生的寝室 其中就包括张婷的同班同学 王许波和杨同镇 1月10号这天清晨 王许波和杨同镇倾家在宿舍 没有参加学校每天早晨6点多的 升级仪式和跑操 王许波声称 大约在当天早晨的6点23分 在宿舍里听到有女孩尖叫 随后他和杨同镇先后跑出宿舍 并且看到洗漱间门口站着两个人 按照王许波的说法 两个人中其中一个人是张志超 另一个人戴着眼镜 他并不认识 王许波问张志超在干什么 对方回答说没干什么 王许波接着往洗漱间里看了一下 由于当时天黑 也没有看见里面有什么东西 接着王许波又问俩人 刚才是谁在尖叫 俩人回答有女鬼 王许波又问干什么的 俩人说有美女 没什么事 之后 王许波和杨同镇就回到了宿舍 王许波称 他和杨同镇返回宿舍后 过了五分钟再出来 那两个人就已经不见了 王许波和杨同镇听到的那声尖叫 显然被警方认为是张廷遇害前 所发出的求救信号 被王许波指出出现在洗漱间门口的张志超 也因此陷入了这个漩涡 于是就在发现尸体当天的深夜 正在家中睡觉的张志超 直接被几名警察带走 经过审讯 张志超对自己所犯下的罪行 也供认不讳 在张志超的供述中 2005年1月10号早晨6点20分 正是学生们在操场跑操的时间 张志超在教学楼洗漱间遇到了张廷 想到自己平时看过的色情书刊 又发现四周没人 于是就起了奸淫之心 他上前用随身携带的铅笔刀架在张廷脖子上 将其劫持到洗漱间内 无嘴掐脖子 将张廷强奸 并导致张廷窒息死亡 随后 张志超把尸体移到了洗漱间的一个废弃厕所内藏地 在离开时在洗漱间门口遇见了同学王广超 对王广超说自己杀了人 并让王广超帮助看守洗漱间 而张志超自己则到一楼小卖部购买了一把新锁 反身回到三楼 把藏匿尸体的厕所重新锁住 第二天下午 张志超趁其他同学上课的时候 又携带铅笔刀 潜入厕所内监尸 并将尸体多处割破 2005年2月14号 张志超被刑拘 到5月26号 他被警方正式逮捕 2006年1月 林仪市检察院提起公诉 3月6号 张志超被林仪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宣判 犯强奸罪 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从2005年到现在的十年中 张志超的母亲马玉平会在每个周三去看望儿子 马玉平每次都会忍不住问儿子一句 你跟妈说 那事到底是不是你干的 张志超每次的回答都是沉默 然后默默的流泪 直到2011年的一个周三 马玉平没有再问那句话 而张志超却主动说道 帮我找律师 我是被冤枉的 为什么在失去自由的第六年 才想到要出来冥冤呢 张志超不愿意说得太过详细 似乎有所顾忌 他只是说 少官所里有些法律书 这几年他都会看 也能看新闻 看到这几年陆续有好几个冤案 被媒体关注 得到平反 这让他看到了希望 从2011年起 到2014年 马玉平找的律师 多次申诉和提起抗诉 但得到的答复始终都是 本案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2014年12月 马玉平看到 在大宇律师事务所的帮助下 念兵投毒案被平反昭雪 最终找到大宇律师事务所 主任律师李逊 带着团队开始介入这个案子 他们查阅郡宗 并走访了部分当事人 发现证据严重不足 矛盾重重 经过分析 整个案件的疑点 大致分为四大类 首先 在证言上来说 根据判决书称 认定张志超犯罪事实的证据 最主要的是几位证人的证言 其中证人王旭波的证言 最为关键 我们在前面也有所提及 而和王旭波一同出来的杨童镇的说法 则和王旭波的说法有很大的出入 根据杨童镇的说法 当他和王旭波跑出宿舍之后 看到洗漱间门口站着两个 他不认识的男生 而杨童镇是认识张志超的 怎么会不认识他呢 王旭波和杨童镇的话 到底谁的可信呢 同时李迅律师也表示 侦察机关应该安排杨童镇和王旭波 对张志超和王广超进行辨认 但事实上 当时只让王旭波一个人前去辨认 杨童镇则没有 因此 王旭波所说的是否属实 以及王广超当时是否在场 我们不得而知 现如今 两人的家人也不愿意人们 再向王旭波和杨童镇了解相关情况 对于当年的案情 也全部都是讳莫如深 案件的第二大疑点 在时间上 在另外的卷宗里 律师们还发现了几份证言 来自张志超的几位同学 都在证明张志超不具备作案时间 而判决书却认定张志超单独实施了劫持 强奸 尸体转移等犯罪行为 还与王广超串通 下楼买锁 返回三楼 又和王旭波等人打招呼 等等这些行为做完之后 这就意味着需要一定的时间 但多位同学的证言都说 张志超在6点20分参加了跑操 并且上了早自习 没有超过三四分钟的独处的情况 不具备作案时间 但这些同学的证言 警方并未上交法院 这将导致法院无法全面的了解案情 无法准确核对证据真伪 做出对张志超的公正判决 另一个时间上的疑点 在于王旭波等人的证言 他们声称 先听到有人尖叫 三四分钟后 跑出宿舍 走到洗漱间门口 看到张志超和王广超 从他们听到尖叫 到走到洗漱间 期间不会超过五分钟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张志超怎么能做到 劫持 脱掉对方裤子 完成强奸 又下楼买锁 寄而回到三楼 这么多事情呢 第三大疑点 在死者的尸体上 尸体的表征表明 张婷是被手掐死的 而且是有反抗过程的 那么被害人尸体上 肢解缝中一定会遗留有犯罪行为人的皮屑等身体物质 至少会有衣服纤维 但侦察人员对此都没有进行过提取 而且尸检报告表示 尸体前额症中有一条2.5乘0.6厘米的窗口 窗源不整齐 窗箱内有三块无色透明的玻璃碎片 而张志超的供述中并没有使用玻璃 或将张婷推向玻璃的情节 也就是说 他的供述无法与事件结果完全对应上 同时判决还表明 2005年1月11号下午 张志超趁其他同学上课的时候 又携带铅笔刀 潜入了这个废弃厕所内监尸 并且将尸体多处割破 但是尸检报告显示 无论是死者的阴道还是口腔 都没有提取到人体的经验 另外 警方认定张婷死亡一个月左右 是基于张婷家长和师生所说的他失踪的时间 也就是12月10号 当时是冬天 很冷 但根据相关的科学报道 冬季 尸体一般会在15到30天左右出现腐败巨人观现象 腐败巨人观 是指人死后 由于生命过程的终止 使得那些在生活状态时就寄生在人体内的腐败细菌 失去了人体免疫系统的控制 而疯狂的滋长繁殖 这些数量惊人的腐败细菌可以产生出大量乌绿色的腐败气体 这些腐败气体充盈在人体内 使得人体就像冲了气的人形气球一样 全身膨胀 而根据现场勘察的照片来看 尸体基本保持原貌 并没有长大的迹象 这就需要侦察机关提供科学原理加以说明 否则就意味着死亡时间认定有误 从而推翻法院认定的死亡时间 更能推翻张志超的犯罪事实 整个案件的第四大疑点在物证上 按照张志超对警方的供述 他拿了一根小木棍插入了受害人的肛门处 在辨认现场时 张志超也找到了这根小木棍 这是判决书上所载明的唯一的物证 如果这是真的 木棒显然会遗留被害人的身体物质 侦察人员却既没有提取物质 与被害人进行DNA对比 来确定这是否是作案工具 也没有提取指纹 与张志超进行比对 判断他是否是作案人 同时 尸体臀部以上被套上了编织袋 这个细节也引起了律师的质疑 张志超的供述称 1月10号上午 让王广超看守期间 他下楼去小卖部买了一把新锁 编织袋则是第二天下午监尸之前 从宿舍带到厕所的 而王广超的供述却于之不服 他声称他为张志超看门 而张志超下去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就拿着一个编织袋回来了 编织袋的主人是张志超的理性摄友 张志超曾经表示 编织袋是前一天晚上花五毛钱饭票 从舍友的手里买过来的 而后来则改成编织袋 是从舍友那里偷来的 不过 这位理性的同学在接受警方的询问时 却否认自己有过这样的编织袋 他的母亲也表示 对此毫不知情 在公安局出去的退回补充侦查的说明中 警方表示 办案人员也多次找到理性同学家 并在其家中查找 又对同宿舍的另外八十多名学生逐一调查了解 甚至还前往林仪海关等部门 以及七十多家柳边经营单位走访调查 历时一个多月 始终都没能查清编织袋的来源 此外 警方始终也没能找到所谓的作案凶器小刀 也没有找到被认为是又是张志超犯罪的黄色书籍 尸体身上编织袋的来历 也没能搞清楚 而对于现场的血迹 也没有做出鉴定归属 等等这些都很关键 也能为破案提供重要线索 但警方都没有去做 至少在卷宗的技术里是这样显示的 除了这些疑点之外 大禹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还在关心一点 由于张志超是未成年人 在审讯时警方是否会刑讯逼供 诱供呢 在警方审讯时是否有监护人在场呢 从卷宗给出的资料来看 这两点似乎都没有任何值得怀疑的地方 警方的询问笔录显示 张志超归案后 对强奸杀人的事实 共认不论 但事后 在资博成交的鲁中监狱 张志超 无论对着律师 还是对着记者 都很明确的声称 那些都是警察 逼着他说的 张志超称 在被卷进这起案件之前 他并不认识张婷 从来没说过话 也没有和同学讨论过张婷 在警方找到他之前 他一点也没有想到 自己会和张婷的死亡有所关联 2005年2月12号凌晨 在他被警方从家中带走后 在刑警队待了两天两夜 最后送到了看守所 提训了13次 除了最后一两次 前面都是从看守所 直接提到刑警队去审讯的 在律师看来 警方这已经是违规之举了 张志超说 每次提训都会挨打 最严重的一次 他向县检察院翻供时 说自己没罪 当晚刑警队就把他提走 一整晚都在提训 用电棍殴打 不让睡觉 打哈欠就会用电棍垫 最严重的一次 十个人审讯一个人 每次都把他靠在审讯椅上 脱掉上衣 用皮带臭打 电棍垫 扳手 敲膝盖 脚趾头 拿钳子捏手指 逼他认罪 同时 在警方的询问笔录中 我们可以看见 在前两次的供述中 张志超都详细的描述了 强奸的经过 但从第五次供述开始 他对张廷的行为 从强奸 却变成了 肢体接触 李迅律师发现 第一二次的询问 时间分别是在2005年2月13号和2月14号 第五次询问是在2005年2月26号 而本案尸检报告做出来的时间 是在2005年的2月16号 恰好就在第五次审讯之前 而试检报告显示 被害人张廷 处女魔呈圆孔状 并不像一般的强奸案那样 呈撕裂状 对于这一情况的转变 唯一的合理解释是 在案发现场 直观显示 这是一起强奸案 于是侦察人员 指示张志超 供述强奸行为 而试检报告出来之后 显示被害人处女魔情况 与强奸案的通常情况并不吻合 所以侦察人员为时口供 能够与试检报告相印证 只是张志超在供述中 做了这样的改变 由强奸变成了肢体接触 李逊律师说 张志超案属于未成年人犯罪 按照当时的刑事诉讼法 第十四条规定 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 此外 根据公安机关 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 询问违法犯罪未成年人时 根据调查案件的需要 除有碍侦察 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外 应当通知其家长或监护人 或者教师到场 那么根据警方的记录 在审讯张志超时 他的班主任徐健是在场旁听的 并且在询问笔录上签了字 徐健至今也不相信 这个案子是张志超干的 他回忆 张志超当时是班长 成绩一般 但人很热心 很有号召力 每天早晨六点二十分 当同学们按照惯例在操场跑操时 他就会把学生们脱下的棉衣外套 送到楼上的教室里 但是通过我们对班主任老师徐健的询问时 才得知 在审讯张志超时 他其实并不在场 而是事后被警方叫过去 按要求在询问笔录上签的字 此外 律师又找到了另一位 在张志超询问笔录上签字的老师 苏月 他也称是按照警方要求 后补的签字 审讯时并不在场 而张志超的母亲 在当时也没有在场 如此一来 审讯张志超的过程 到底是什么样的 笔录的真实性 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怀疑 大宇律师事务所计划近期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申诉 大宇律师事务所曾代理过念斌投毒案 并且成功为其招讯 主任律师李迅说 相比而来 张志超案更容易招讯 因为他的疑点太多了 但最终如何 还需要时间 5月26号 面对媒体记者 林仪市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客人员 却回应道 张志超一案 在某些细节上存在着一些瑕疵 但是 不影响这个案件的定罪良心 这真的只是存在一些瑕疵吗 我想很多人到现在都已经心知肚明了 我们也都祝愿 这个案子的真相 能够早一天被揭示出来